欢迎来到台湾大论坛 现在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散客 或是测试志工当中 有一些民进党的支持者 进到花博里头去 会有破坏的行为 包括这个花博 现在有14万人进去 里头是不是有难以防范的事情会发生 而这些事情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民进党立委 进花博里头去考察的时候 他们考察出来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第一个呢 华伟泽说呢 他看到这个南侧的小片石 是一条沟 他尿液全失突然就尿不出来了 这个可以请教一下沈医师 这个在医学上有没有这种根据 那另外他批评的是 中山足球场改建为征验馆 这个草皮灌了水泥 看台种了花卉 未来无法复原成足球场 那再来拍梦案委员是说 卫生纸架洗手台 给造器都跪于试驾 他只是有用看的 他怎么知道 看起来就跪于试驾 他说呢 梦想馆每次现十人进场 人潮势必宣泄不及 未来正式开馆后 排队都排死了 那看台的周围 组建物旁边都是商店 恍如骗民众进购物中心 还要再销一次裤带 这里头卖东西的店太多了 那翁金珠委员是说呢 花卉的展区比卖场还要小 商业气息太浓厚 是看花还是花钱 这好像也是说 这个卖东西的地方 太多的意思 他说台湾原生种的植栽 通通种在一起 挤成一片 所以看不出个 所以然 这是民党立委 看了花博之后的感想 莫华怎么看 其实平良心讲 如果真的 像刚才永平讲的 这个厕所 是被人家蓄意去丢了 这些纸卷 或是说 这个女性用品的话 那真的是格调问题 如果你到花博会场 去看的话 其实现场 还真蛮美的 很多地方 其实是 在这个景观上面也好 在植栽上面也好 这大家要共同 去欣赏的地方 你把他去搞的那个 粪水横流 凑气四溢的话 那不是煞风景吗 更何况你这样做 真的能害到这个好团队吗 我也不觉得 因为反而是让这个 所有台北市的选民看出说 瑞营玩这种奥包嘛 玩这种步数嘛 反而把你的格调降低 更何况后面还有人 要去用这个厕所 你有没有想到 后面去用的人可能也是这个 这个你的同伴啊 或是说这个其他的台北市民 你难道忍心让他们去用这么脏的厕所吗 所以说基本上讲 这如果说台湾的选举 把什么事情都搞到是非不分 蓝绿对抗的话 那台湾将来真的没救了 我们必要讲说是非归是非 所以为什么刚刚讲说 老李至少在这一点上面 他还很清楚 他知道这个陈水扁做的事情是错的 所以他即使是站在高雄 站在陈菊的台上面 他还是要讲出这个是非的道理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也就是说花博到底好或坏 办得好不好 或是说有没有缺陷 他其实是可以被公平的 像我们市营运的时候我也进去看 很多地方我也觉得像刚才讲到说 梦想馆排队要排一两个钟头 那的确也是事实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台北市政府 要思考去怎么样改善 因为你想嘛 这个去排队排了两个钟头才能进去 那当然肯定不错嘛 这一点是我觉得是可以被公平 包括了梦想馆里面有一些 有些这个感应上面不是那么灵敏的一些 互动式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跟花互动的东西 我觉得那些是要改善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去破坏这个花博会 那只是凸显出这个蓝绿是非不分 没有格调的一件这个让你要看清了嘛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回到这个整个花博上面来讲 所有的测试志工在这段时间进去 主要就要找问题 把一些真正的问题找出来 而不是去制造问题 制造一些无端的 这个无中生有的事情 来破坏台湾的形象 破坏整个花博的形象 那到最后损失的是谁 我可以讲啊 他损失的不是这个 这场这个谁选上谁选输而已 他损失的是整个台湾的形象 跟台湾的格调 所以这点是大家要把那个分寸把持好 对 如果国外媒体看到这则新闻的话 可能会觉得相当的荒谬 对 针对这几个立委 特别是民进党的立委 用这样的评论 这么大型的一个国际的花博会 我个人是真的觉得蛮遗憾的啦 因为立法委员是 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要提出针匾的 结果看的都是非常琐碎的小事 当然我不是说琐碎小事不重要 可是有一些明显跟事实不符 譬如说翁金珠委员 他还做过彰化县县长 他自己还办过花博会 整个花博会的花卉怎么样造景 这几天中天的频道跟新闻 已经把空拍画面 全区的那个全部花园造景 美轮美奂的画面 都已经呈现在民众面前了 比卖场还小 他竟然可以说花卉比卖场还小 那我就是要觉得说 不然他就是体力不够好 他没有 他只有走一个小小的区域 他只有去走卖场 再不然我真的不晓得 他这个反应何来 至于黄伟哲委员说 他没有办法上这个一条沟的厕所 这个花博厕所好几百间 他这边厕所不要去 他有很多普通形态的厕所 我的意思是说 花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活动 然后他各种管所的设计 他各种的形态 其实他让民众有各种不同的思考跟体验 我觉得既然做的是国会议员 可能还是应该从国家大局 他这次的国际的处理 有没有替台湾的国际地位争光 有没有为花农带来经济效益 有没有这个提升台北乃至于整个国家的国力 可能应该要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一下吧 那不管怎么样各种检讨 我相信台北市政府都很愿意虚心接受 谈到翁金珠我要讲一下 翁金珠为什么要批花博 他一定批 因为他彰化现场落选 就是因为在办彰化花博 一彰化办花博的时候 所有彰化填尾的花他都不用 彰化该出生的会儿 他飘洋过海 从中央山脉的宜兰那边空运花过来 所以他因为这样办了一次花博 办垮了败给了卓博员 所以花博他是在心中的痛 所以他有色眼镜 他怎么会肯定你台北的花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倒是要讲 今天无分难略 各位我去看过高雄市运 我带小孩去看高雄市运的时候 我特别跟孩子讲说 我们要特别小心 不要弄坏那个场地 我觉得我们不会因为 高雄市运是城局办的 我们故意要去破坏他 所以我也真心希望 就是说破坏台北花博厕所的人 不是民进党的人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这样 而且我同意慕华所讲的 如果花博被破坏的越多 我觉得郝龙斌票会越高 郝龙斌的危机会解除的越快 但是我现在担心一点 你这样的阴谋论会出来 现在花博的问题 现在花博被破坏的东西 不是在厕所 我想永平都知道 我们去看过 是展场的附近 没有安全距离的展品 很多美丽的花 你随手一拔 随手千人掌一弄 就被拾开 或者是他那个电动 整个电子仪器 科技系统的东西 未来管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很担心 这个东西如果造成它当机 它整个坏掉的话 大概整个就不能够运作 到那个时候制造这种 当机的事件的话 那就是类似 这种所谓的破坏发泊情况 无限上刚 我不要担心这个 所以我宁可呼吁就说 我们是一个公民文化 我们是一个政治文化 我记得在国民党在野的时候 民党执政的时候 很多国民党的人都不想去搭高铁 说那是殷琪 那是旁边的高铁 后来国民党执政的才有人 开始搭高铁 可是我觉得大家对高铁 像无分蓝绿都觉得很方便 都不会想去批评高铁的什么东西 尤其对它的程度的树立等等 我也希望大家心中就想到 如果高铁今天可以变成蓝绿 大家共同运输 台湾快速运输的系统之一的话 可不可以也饶过台北的花博 少一点政治 多一点审美的观点 来共同来促成这个东西 不管这场选举的成败 到底谁赢谁输 我觉得台湾的国民文化给肯定 那于是我要讲 也要从我们立法委员做取 所以我其实呼吁黄伟哲委员 台湾的厕所当中 男孩子小便吃当中 一条线有多少 很多庙市都也是这样 所以他能放厕所的地方很少 我相信黄伟哲委员 我跟你讲佛光山里面就有 佛光山里面都是一条很多 我不会因为它是一条 我就说这间没有很够路 台南大庙很多 所以我觉得不要用这种观点来看问题 反而应该觉得是说 各种不同的方便就好 只要它能够 让大家能够人口数 参观数 上厕所的比例不要太过 造成我们尿崩尿剂 受不了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觉得有则改制 无则加冕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可以 多一点理性批评的心 少一点情绪 骂人的话 我觉得这个社会 或这个国家会好一点 不过这个塞马桶事件 经过媒体这样子的报导之后 还会不会再出现了 我讲这个东西 第一个台湾就是它每一个地方 它都有固定比例的人 它有一种破坏性 它有这种人 但是我觉得说不会那么高 会破坏到百分之十 所以这个一定是有益性的 但是这种情形就是说 我是说第一个 我是觉得这个时候大家要知道 我们台湾第一次办 这种国际级的这种博览会 中间有半年的时间 这是试测大家的文化能力 大家的能量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正面的心情 健康的心情来看这些 我觉得这些立委去参观厕所 怎么没有发现到 全台湾大概第一次活动中 女性厕所是男性的三点几倍的 做到五倍 做到五倍 这从来这是一个尝试 让大家有这个感觉 还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上个礼拜 有一个在台湾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说 国际活动产业展 当时讲是2500亿商机 就是两岸家 将来ACPA找收清单 将来我们要帮大陆人去办 怎么到国际办促销 办介绍城市办这个活动 能够有这个商机 一个吸引人的原因 就是因为台湾在办国际花博 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国际花博 你不要提高台湾的层次 提高台湾的境界 我想大家都有一个 大家都有一个融入与共的心情 我想这个变态都会有 所以大家都眼睛叮一叮劝他一下 关爱的眼神看一看这些人的话 我想只有这种让他慢慢少了 你这边用制裁用 我不能保证说将来绝对会没有 绝对会有 但是减少是会减少 不会再有10% 我提醒大家 今天有一则小新闻 就有一个机构发表 全世界各零售商店被偷的百分比 台湾是全世界最少的 所以台湾人的公德心 大家不要看见自己 那我认为是这样 现在已经把花博 看成是好市长的政绩 那又在选前这个敏感的时刻 你邀请了绿营的委员去看 他总不可能出来说 一片赞美是什么 他一片赞美的话 那回去就叛徒了 问题挑大一点 所以他能够不讲话就了不起了 那如果说 刚刚我们前副市长说 他大一点都不要说 你应该要把它看成说 大的事情 挑不出毛病了 你应该很高兴 你应该很高兴 然后他挑小的 那他挑小的你就细看 表示大的他挑不出来 那当然是这样 他一进去看他要绞进脑子 其实黄伟泽有时候很漂亮 他就说漂亮是漂亮的太贵了 然后批那些小的 你就要看有没有道理 有就改之嘛 那没有就算了 就不要理他 我甚至觉得一样一样 你觉得哪一条有道理好了 不是 不不 这个不是我的事 我觉得我们 他们这些讲的话 我们一样一样提出来 这里讨论 我觉得我们真的随他起舞 其实大哥不必了 既然没有意义 我们就不需要讨论 刚才没有讨论 只是念一下说 他们的这个建议 大概是怎么样 不过永平的质疑是说 他们的建议 跟为什么这一次立委要去考察 是因为农委会也编列了预算补助花博 那总共中央补助的经费是37.66亿 37亿的预算当中 他们看到的问题 或是他们提出来的面向 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 是一条沟的厕所 是这个花卉区什么比卖场还小 就是说他们提出来的问题 跟中央所补助给花博的经费的这个预算 其实是有一个不成比例的关系 所以永平才会觉得很错 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样的预算补助 可是却提出量子层次的问题 不过这花博预算我们昨天也讨论过了 当然在这个马英九总统上任之后 才开始给比较多的补助 之前都没有 所以基本上37亿都是马总统上任之后 才给的这个补助款 昨天我们讨论到市运 马总统也给了12亿 那总数当然市运中央补助的是65亿 但我不记得 那个时候立委有没有组团去市运考察 我可能要讲一下因为我当时也在立法院 我昨天看了你的电视 我就想说绝对不止65.66亿 结果我今天跟现在还在立法院的好朋友查证了一下 他们调出来的资料是86亿 整个中央补助高手市运的是86亿 就是比65亿还要多 我们当时都泛称叫100亿 而且民进党的委员在立法院也没有人说不是 而且他们的讲法都说 这个不是只办一次市运 这以后永续要放在高雄 就跟今天花博一样 花博失事的管 以后可以永续放在台北 我还要讲一下 蓝绿的立委的方式有多不同 那个时候我跟洪秀柱在教育委员会 我们想说八十几亿的钱 觉得实在是很压力大 所以当时没有要删预算 只想要冻结两亿 我和洪秀柱 当时我们是在野党 冻结个两亿 请你来报告 这个解说一下 我们钱再给你这不为过吧 国民党籍的南部的高雄的委员 包含黄昭顺委员 我印象是还好深刻 就这样几个人冲过来包围我 跟洪秀柱两个人拼命说 我们高雄好不容易 办一个这个活动 我们高雄人的骄傲 你们绝对不可以冻结 你们绝对不可以怎么样 到最后我们让步到什么程度 我们小山两千万 八十六亿我们小山两千万 这就是国民党 国民党就是说 是你民进党做的 我们也认为说 当时谢长廷因为他高雄出身 他独厚高雄 一下子大笔一挥 就近一百亿的钱 可是我们国民党 还是愿意成全好事 你要做一个国际性的活动 中华民国的骄傲 我们大家愿意支持你 我们当时没有去跟他计较厕所 我们也没有人跟你去计较 计较什么 你的那个建材有没有买贵 我们通通没有去计较这个 成全你 就今天我们这么好的心肠 换来什么样的结果 真的是真心幻觉情 我真的觉得 从这个过程来很相感 国民党中央有编预算给市运 当时民进党一毛钱都没有编给花博 所以他们没有这个义务要对花博好意 因为一毛都没编 出了钱都是马英九任内才编的 我们先接一下观众电话 我们就第一通台北的何先生 何先生你说 我觉得政治人物不应该心目终究选票 那只用民粹来将话中取通 我刚刚从上海四伯回来 我觉得以一个台北市的力量 可以办第一次这样的国际新战兰会 相当的不容易 我们觉得应该给予掌声 那你当你想想看 一个整个全大陆的人在支持一个四伯 而我们台湾人是一半的人在 支持一半人在扯后退 身为我们爱台湾人的台湾人 我们请何以看 这是我一点小小的感觉 好啊谢谢何先生 我们接下来通台北的蒋小姐 蒋小姐你说 那个沐翔馆 我今天有幸去看了花博 沐翔馆真的很棒 就是说刚刚那个沐翔讲的 就是排队太久了 可是还有呢 很贴心 有的75岁80岁的老先生 老贝贝的老妈妈 他们会让他们优先去 前面排队前面去看 这是这个很不错 那花呢 有时候真的跟人接得太近的 有一个小姐 她可能太好奇 那个九层塔 她看到是显得什么乐啊 她用手去拔一片呢 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厕所很多 不像人家讲说 没有什么找不到厕所 我们要怎么上厕所 哪里一问就有 板凳也很多啊 又不是说很累 累了 今天下雨天是没有什么板凳 因为湿了 人家都不敢做嘛 到处都有地方坐啊 为什么没有地方坐呢 我觉得那个 四站的也是让他们先进去看哦 什么都是让他们就是 年纪大的四站 你们都可以去 我觉得真的 他们不要这样乱讲 厕所也很棒 小姐 你有没有发现厕所被破坏的情形 我是没有 我是有听说 可是我们进去厕所很干净啊 很好啊 它分得很清楚啊 很香啊 也不像人家说 有人说什么 好谢谢这个蒋小姐 所以永平你们的这个防范措施 做得相当不错 我们现在讲很多人力 好我们接下来一通土城的许先生 许先生你说 那个主持人 各位蓝丁 以及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个人啊 不是蓝也不是绿啊 我是台湾的公民 我们大家应该一起来挺花博 以台湾啊 目前能办这种 国际性的活动为荣 我们大家应该多鼓励 少责备啊 台湾加油 花博加油 谢谢 好谢谢许先生 我们接下来通台北张小姐 张小姐你说 诶 皮小姐 诶 我给你拜託 你让我讲得很厉害好不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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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拜了不起啦 拜了不起啦 我拜了不起啦 我就是 专业啊 专业在那个 应酬那里 你等那里要吐槽的人 你听到有吗 等什么 等那个 我在那个应酬那里 用空心在那边啊 对 我就是 纯粹去等 那里要吐槽的人啦 所以我 一起一起 那个南部来的 所以 诶 诶 不是 一百五千块吗 我说你听谁说的啊 我说是不是 大话说的啊 那里要吐槽的人 头子都没了 我说他明明真有空派人啦 我说我一个朋友两个 坐在那里等啦 还有一位乌尼桑啦 也是几天啊 下降起来喔 诶 我 我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啦 我是无意中说 他还没来 我还不知道他们 还没有人啦 我说诶 这边缩有很多 有没有是七米啊 我找到边缩 我比那里小姐也跟你说 诶 哪边也有 哪边也有 椅子也很多啊 诶 那位乌尼桑说诶 诶 你是在说我七米啊 啊 你下降起来啊 咱狙闲不顶 叫 seek toe 叫去上乌 但是接吼 upcoming 我说啊 你那个那个 副市长啊 你的那个空心菜 应该划是 划一个标试来说 就是 纯粹是 就是净水用的 環保用的 有的话 有财 Бы 啊这两人 还有个问话 说 诶 太太啊 啊你这个拿不下 你看这要务不 Bat 我说我今天去买啊 下基 下基追 拿去亚尚 又报卖了啊 Keson 啊 啊姐我来排不了 好 謝謝張小姐 這建議我覺得非常好 其實這個建議很多人都有 就是說那個空心菜它的功能 是進水 需要有個標示牌 因為有一些大家有高度興趣的東西 然後最好還有個價錢 就是五盆是五百塊 一盆標價一百 可能會有人來訂購 一定要澄清 絕對沒有五千塊 總共那些空心菜 從頭到尾六個月就是五百塊 好 我們再接下一通 台中的劉先生 劉先生你說 各位好 我是台中劉先生 剛剛台上有談論到彰化那時候的發報 吳醫生委員說的那個執災的部分 這一點我要說明一下 那時候的執災是有 政府發報的 也有陰事發報的 對於政府發報的廠商 這方面並沒有說 都是在田委這邊來購買的 田委這邊如果沒有的話 才到宜蘭那邊去採購的 那個比例不會超過百分之 到宜蘭去採購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小 至於是他們採購的部分 那個我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在田委這邊買的 好 我們謝謝劉先生的說明 那也許當年翁金珠也是被 這個耳語說 他都是跟宜蘭買花 沒有跟彰化買花 所以選舉才輸 先進廣告